现在的这个答案 国初一家学校选了B 其他七所中学全部选A 女皇正中学 A对吗 应该是对的吧 应该是对的 你觉得理由是什么 猜的 猜的 中正一顺 我觉得食不果腹是吃饱吗 可是这个B果实的果不太适当 我食不果腹是吃饱 吃不饱 吃不饱 所以第二个字 有水果 有水果就吃饱了 国初为什么选B 只有你们一家选B 肯定对吗 我们肯定对 为什么 有理由吗 因为我记得这个第一个果 是包裹 就是把它包装的意思 第二个果应该是 放在这里是指 没有吃饱 果实 就医生他们说的是果实的意思 就是没有果腹 就是没有吃饱 就是没有吃饱 所以应该是B 很多学校选A 到底答案是什么 请看 其实啊 刚才同学解释的都对 A呢却是包裹的果 第二个是水果的果 但是如果出现两个字 果腹的话 大家都会选B了 对吗 食不果腹 当然就吃不饱 但是果腹的果 是水果的果 这个会容易出现一些混淆 所以经过今天比赛 大家都多了解一个字 所以只有 国初得到两分 好 我们开始进行第三题 也是十秒钟 请看题 计时开始 陈勉 哪个字 A还是B 有A 也有B 中正义顺 选A 为什么 选B 蒙的 蒙的 蒙的跟猜的有什么区别 没有 有区别 绿院中学为什么选B 猜的 如果猜对的话就属于会猜 如果蒙对的话属于 会蒙 中正总校 这个是肯定吗 B 猜的 好 大家都很坦率 有哪所中学同学说不是猜的 郭初 也算是猜的 也算是猜的 猜对吗 我觉得是对的 你觉得是对啊 那你告诉我这两个字区别在哪里吗 第一个成免应该就是成静 那个有缅滑的意思 第二个的字其实 不是很认识 不是很认识 云青中学 我觉得城市和水有关 刚好B的免也是三点水 所以我们选择B而不是A 因为A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缅甸 这个理由很有趣的 中文三点水跟三点水放在一起的 有时候有这种可能 好 我们看看到底A还是B 请开正确答案 是B 这个第一个字呢 虽然是缅甸的缅 但完全是这个中文的译音 其实跟国家的名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还有缅怀怀念的意思 没错 第二个字其实是沉迷迷恋 就是第二个字 所以沉迷应该三点水 所以 回答B的学校是 律苑中学得分 中正总校得分 明清中学 宇黄正中学 恭喜你们 答应 通过这一部分 比分又有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 请看题 第四题 计时开始 什么柔造作 做到完毕 云青中学最后一秒钟 做了你们的更改 为什么 我好像看过 所以我选择B 其实大家如果看电视也好 或者刚才注意点 你会发觉一个特点 如果两个字的读音一样 我会念出来 如果读音不一样 我不会念 立德中学 这两个字读音 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好像是第一声 念交 第二个好像是脚 所以你们选择第二个 纯粹因为读音吗 不是因为这个词 好像读着 角柔造作吧 角柔造作 永青中学 这两个字的意思 有什么不一样吗 交好像是指女孩子 所以我们没有选 交指女孩子 形容女孩子 谁讲男孩子 也可以交生惯养的 交生惯养 不一定是女孩子 对不对 律院中学 第二个字 有什么意思吗 还是猜的 你们如果每一题都猜 而且都可以猜对 那也是蛮了不起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A还是B 请看正确答案 这个字其实蛮容易错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 很多人生活中都会念 交柔造作 但正确读音 确实应该角柔造作 这个角就是矫正的角 就是把弯曲的东西 可以变直 那第一个字就是 娇媚 娇弱娇柔柔 所以不一样 所以这个字是B 所以利德中学 国初 永清中学 宗正总校 律院中学 云清中学 得分 各位们 第一回合 两个部分 已经全部做到完毕 现在统计下分数 请看 宗正总校 12分 国初12分 律院中学12分 云清中学12分 利德中学10分 宗正中学 益顺8分 永清中学8分 宇皇正中学8分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的比赛肯定是真的非常的激烈 所以现在你看最低分最高分只有四分之差 而且第二回合每一题都有四分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 稍等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 王文智多金 欢迎回到新现场 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二回合 刚才第一回合结束了 大家都很紧张 我发觉在休息的时候 有的同学甚至双手合十 要祈祷 放松一点 这个回合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回合重新开始 要继续加油 先来看看第二回合的比赛规则 第二回合的脑筋转一转 有三道字迷和三道成语名 现实十秒内按铃抢答 答对者可得四分 答错倒扣两分 当然这个谜语题有的时候 还需要临场发挥 或者一点点运气在里面 不过我听说很多同学在这之前 都做了一些准备 中正益顺同学是不是有准备 有背一些成语名和字迷 背的 那个资料是网上找的 书记上找的 有没有学校完全没有背过人 看来我说得不错 大家都有准备了 所以还是很有的比一下 我们来看看题目 每一题是十秒钟 十秒钟之内按铃抢答 准备好了 我们看第二回合 第一题字迷题 请看 计时开始 宝玉不在 姑娘在 云青中学 安 请写下来 安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安吗 因为宝玉不在 就把那个玉给去掉 姑娘在 是指女孩子 所以加女孩子进去 就是一个安了 解释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正确的安 请看 恭喜得四分 说穿了就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宝贵 每一题是四分 所以加油 我们来看 第二题字迷题 请看 十秒 继续开始 男人一来 老鼠没脚 我们很期待 忠正义顺 来 舅 写出来 解释一下可以吗 老鼠没有脚 就是下面的那个没有了 然后加上男人的男 就是舅舅的舅 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呢 看一下 有感觉 恭喜四分 如果说你刚好有背过的话 那就运气很好了 是吧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三题字迷题 请看题 计时开始 云青中学 足够的够 写下来 为什么是这个够 因为文章够长的话 就说明它句子多 句多 所以够 所以文章太长 对不对呢 请看 恭喜 答对了 出分 好了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这个词词语谜 同样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按铃抢答 准备好了 第一题词语谜 请看题 计时开始 国初 各得其锁 各得其锁 为什么是这个词语 锁是住房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锁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看看是不是这个词语 请看答案 恭喜 答对了 四分 各得其锁 还有两道题过后 就将有三所得分最高的 才有资格进入 接下来的第三 第四回合 请看第二道题 计时开始 四面不通 利德中学 四面不通 赶快请说出答案 对 对 对 抱歉 这个根据规则要倒扣两分 对 对 对 在不算分的情况下 我想问问 哪位同学有答案呢 你们已经有答案了 勇卿中学来告诉我们 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 当然不算分 看看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答案 我们请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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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不通 其实就是走投无路嘛 没有抢到很可惜 稍微慢了一点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陈宇迷 请看题 即时开始 来 婆婆不管 时间到 好 那么这一题要开放给台下的支持者 你如果知道这个答案 那同学举手 答对可以得两分 没有 这道题看来真的这么困难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婆婆不管 这是什么 成语 请看正确答案 婆婆不管 就谁管呢 公共管 对不对 公事公办 所以这道题 大家都没有答对 第二回合比赛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现在统计下分数 看看哪三所中学 可以进入第三回合 请看得分 好 今天出现了三所中学评分 所以我们现在要展开一道决胜题 分别由中正义顺 中正总校 还有律院中学 三所中学准备 现在要进行决胜题 决胜题是一道字谜题 抢答的方式进行 出题目 当我说开始 就可以按铃抢答 决胜题第一题 请出题 开始 看看牛羊猪 长着帝王族 中正总校 题 题 哪个题 猪题的题 猪题的题 为什么你想到这个字呢 因为 因为有帝 然后有族 你觉得这个答案肯定对吗 因为如果错的话 我不敢肯定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是不是这个题 恭喜 中正总校 一道决胜题 顺利进入我们第三回合 所以进入第三回合的是 国初 中正总校 以及云青中学 恭喜你们 我们也要谢谢另外一所中学的参加 同样的 我们每一次的第二回合之后 都要发一道问题 给家庭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星期的题目 家庭观众 SMS字迷游戏 参加办法很简单 只需把答案 以及个人资料 以SMS简讯的方式 在午夜12点以前 传送到73388 就有机会赢取 100元现金奖 答案于三位得奖者名单 将在下星期的节目中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